这里是越南华人家里面盖房子 安哥,你这多大面积啊? 138平方 就是单层138平方 那宽很宽喽 宽6嘛 宽几米啊?6米 6米 6米长是? 安哥20多了 20多米 他给我们盖的就是22米长 22米长 给我们盖的 那你准备盖几层啊? 三成 三成 预算预算是多少? 差不多我们月币的22亿 月币22亿就是66万人民币差不多 差不多 如果算美金的话 差不多要9万块吧 呃,对,现在2323的汇率 24多了 啊 9万多美金 现在是在盖嘛 啊 还有那个地点是另外一家公司的 下面是全部铁啊 下面已经做好了是吧 全部全部都是铁啊 全部是 哎 我看到全是空心砖 这个空心砖承重上 没有问题吗? 没问题 啊 那预计多长时间的盖好啊 三个半月吧 三个半月 差不多三个半月 哇 这时间好长啊 三成半 这就相当于中国的四层 对吧 这四层顶上可以做烧烤了 对对对对 这是越南的建房子的砖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空心砖 但是都是黏土烧制的 这个硬度是非常硬的 让中国的那些 就是单手批砖的人来批的话 估计 他们也会 手掌会很痛的 这是后面做了一个 硬水的地方 排一些污水 啊 这种砖会硬度会更好一点 对对对对 强度会更好一点 对对对 这个这个好 那我们干什么 现在墙壁的我们就在这边 还有那个 如果是在那一面的房子 哦 明白明白 他实际上这有沉重的柱子了 有沉重的柱子 就不需要那么那么硬的砖墙了 啊 全是这样垒一下很薄 啊对 跟这种房子的布局 跟隔壁的房子应该是一样的 这门盖的房子就是在那一间 啊 这一间是吧 啊 高度应该是差不多的是吧 差不多 嗯 反正差不多对 因为他是在下面 里面呢 我们是大陆的 你们在大陆上 我们这边是大陆 对 那我本打算是开那个幼稚园 啊 看小孩子啊 幼儿园幼稚园 哈哈 你是孩子王了 哈哈哈 这里地址在第八定的街头 他们盖这个房子工人就找了十几个 每天十几个工人要做三个多月 他们做的活呢就是要保证工人的休息 这每天中午他们要休息一个多少时对吧 对 晚上准时下班 就大家就不加班 然后大概是需要三个半月的时间才能竣工 现在门口可以摆这种摊 等你建好了他们就不能摆了吧 哈哈 你盖好了他们要失业了 因为这种摆摊都是随意的 这边以前房子是空的 是一个废旧的地方 所以他们摆摊就自己摆 当他们盖好了房子以后 可以让他们摆也可以不让他们摆 叶子水干蔗水 然后还有橘子那个橙汁啊 炸的橙汁 像他们这样一天能赚多少钱 不一定啊 可是二三十万没问题 二三十万没问题是吧 还可以了 比在工厂上班要自由一点 好 他们这种摆摊的也很辛苦 要一天呢 要一天就坐在这里不能走动 给我感觉挺好玩的 这里有一个印度式的伏 那个伏像呢 这个这个好像是印度印度教的吧 老公的印度教 泰国的啊 泰国的啊 泰国的 泰国的 好 好 感觉就是从下面走一下就好了 对对对 嗯 这是给他们送的砖 三轮车有倒挡啊 兄弟们 我第一次看到三轮车还有倒挡 在越南很少看到这样的机动三轮车 因为这里是市区啊 这里是市区啊 这里是市区 那个大卡车是不能走的 白天不能走 所以就用那种小的三轮车来拉砖头 效率虽然慢了一点 但是 比较便捷 开锁 开锁的 对 在越南见过好多了 而且他的开锁工具好多都是中国中国来的 对对对对 啊 有的有的这写着中文上面 有这个 没有 没有 我 手 你 你的 你